持续来关注台北市井安里反对癌症儿童中途之家的设立 引来全国踏伐 最让民众难以忍受的这段说法呢 就是他讲的 癌症不会传染是骗人的 说出这句话的是当地的邻长他叫江万亿 那么当时他接受中天新闻专访时多次强调 他说癌症会传染 就算总统挂保证也不行 而这个言论引发了舆论围剿 这两天他身影必不见面 不过传出了他的邻长职务可能遭到撤换 癌症不会传染是骗人的 癌症不会传染是骗人的 他就是北市大安区井安里邻长江万亿 为了反癌症病同中途之家 15号接受中天新闻采访时 竟然扯癌症会传染 总是我觉得怪怪的吧 为什么怪怪的 看什么话癌 癌症不会传染是骗人的 你知道吗 看什么话癌症 话越说越离谱 江万亿被网友封为天龙国领长 甚至连马总统都被他撤进去 那个小孩子他过到这边 还是干嘛要过去 还有什么病人才传染 对 你说没传染 那谁敢保证 总统保证了 也不行 所以你赞成吗 我反对 坚决反对病同之家 江万亿一提到癌症病同 还露出很不屑的态度 难怪泛众怒 影响孩子的教育 什么教育 比如说你是小学生啊 要经过那边去上学啊 你看 癌症病患住那么多 我们不要从那边 不知道会不会被传染 台大医生证实 小儿癌症不会传染 江万亿的言论 难怪被认为是歧视癌症 天底下没人想生病 如果今天是自己亲人受苦 江万亿不知道能不能感同身受 癌症不会传染 是骗人的啦 中学李振华 林家宇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